最近北約緊急集合 幹嘛呢 要抗中嗎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先來聊一下 普丁跟印度的總理莫迪見面了 這個是俄乌戰爭以來 他們第一次見面 沒有錯 但是他們這次很奇怪 普丁最近好像很喜歡開車載人 前一陣子載了金正恩 那新天又載著 他都自己開車 不是這個駕駛的 自己開車 開的是高爾夫球車 對 然後在莫迪去遊覽他 算他家啦 總統官邸 然後一起喝茶之外 這個蠻另類的 一起去餵馬 這官邸在郊外 對 餵馬 這一定是 很輕鬆的場面 對 輕鬆的場合 所以你知道外交上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一定都是有要一些訊號給大家 所以這意思是什麼 這意思是說 我可以在家裡面請客 一定是具有私人朋友的成分 也表示說我把你看成私人的朋友 我不是在外面餐廳請你吃飯 是請你到我家來用餐 這個是非常輕鬆的 是可以用一種私人朋友的方式 來談公事 證實一件事情 他跟全世界 而且跟美國講 你不要拉了莫迪啦 我跟莫迪的交情 就是這種老朋友的關係嗎 熟朋友的關係嗎 美國不是想要拉莫迪嗎 哎呀 這個叫莫迪參加什麼 什麼去鬥這個俄羅斯啊等等啊 莫迪就一副老行宅宅 不理你啊 那普遍看在眼裡面 這個真是好朋友啊 所以來的時候 就不會在官市場合請你吃飯了 莫迪 我們去路邊吃個小吃 這是好朋友的表現嘛 對 交情要夠好才能做這些事 莫迪 我們到大飯店 五星級餐廳 那是正經為座 這距離就遠了 距離就遠了 對 所以兩個還一席說 來來 莫迪 我帶你去餵馬 通常不會有這種新鮮吧 告訴他說我養了馬 來來來給你看 普丁出這個牌真的是 讓大家覺得很意外 一天看在那邊又氣又急 對啊 對 餵馬而吃胡蘿蔔 其實普丁說真的 他很喜歡跟動物一起 出現在鏡頭前 沒錯 他有餵過海豚 這海豚 對 然後還有什麼忘了 反正都有很多很另類 北極熊好像也有是不是 好像有 好像有 對 反正呢 他很會在媒體面前 釋放訊息 所以 他這後面很厲害 這後面很厲害 他們真的耶 不是吃這種大菜大肉 不是 就是在自家後院那種 家常菜 對 這才顯示說 咱們友誼不同凡響 而且他也不是開什麼名車 對 就是高呼酒車 所以這兩個人喔 真的 可是這官體很大 你知道嗎 從畫面 就直接告訴大家 兩個人的關係了啦 也不用再出來什麼聯合聲明 都不用 告訴北約 告訴西方 都不用 不要來那一套了啦 不過話說回來 謝謝飄向何方來了 還有我們的白山水 我們的黃泉民也來了 張三三還有我們的Dim 但是問題來了 俄羅斯跟莫迪這樣子做事 為什麼呢 我覺得跟中國是否有關 因為其實說到印度喔 其實它印度很擺明的 它也是上河峰會的成員國 它也是金磚峰會的成員國 它跟亞洲其實就是鄰居 就是同一塊嘛 那前一陣子這個上河峰會 莫迪又不去參加 派了外交部長去參加 大家都是領導人去參加 就他不去參加 然後呢 他又很明白說 雖然我不參加上河啦 但是呢 我一定會去拜訪胡丁 好好笑 這是對中國釋放出 什麼樣的訊息嗎 跟中國關係有差到這樣子 沒有 沒有這麼差 對啊 他是在跟美國表態 他想從美國撈到油水 你跟中國不好 我跟中國保持距離 可是對不起啊 你跟俄羅斯不好 我沒有辦法跟俄羅斯 保持遠距離啊 這是傳統友誼啊 因為美國忌憚的是中國 不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的GDP才多少 好像是兩兆多一點美元 中國18兆耶 那你怕誰 中國 對嘛 所以美國很明顯 挑戰者是中國嘛 所以這個 莫迪就故意製造這種現象 而且 莫迪也在跟中國表態 好啦好啦 我參加上河啦 我參加金磚啦 那原來我是看俄羅斯面子 不是看你面子啦 這樣子啊 對啦 那你中國要不要對我讓步 那中國怎麼可能在什麼 丈男徒弟對你讓步嘛 不可能啦 所以莫迪是很會操作這種話題的人 他跟誰好跟誰不好 都有戰略目的 他不會有什麼遠大的理想啊 他不會 他不會 他就是很現實的 等到選舉到了 他就來弄弄這個邊際土地 故意煽動一下印度的民族主義 好像一副中國拿解放軍 拿石頭打他們印度軍隊那樣子 這怎麼感覺 跟我們要選舉的時候也差不多 對啊對啊 那等到沒有選舉的時候 好像又恢復了 對好像又恢復了 是這樣子的玩法 那因為他跟俄羅斯沒有這個問題嘛 所以他跟俄羅斯的關係 是已經應該自從這個 當時印度獨立到現在 都跟俄羅斯關係都很好 難怪 他跟蘇聯 因為當時他要買武器 美國不賣他 對 所以俄羅斯供應武器 然後當時他們的前輩 要高唱社會主義 那當時的蘇聯聽了就舒服 聽到社會主義 三四個字就舒服 所以兩邊關係 你農我農 而且他們的政策又說 我不結盟 所以你美國也不想要利用我 基本上這個態度抓得滿輪 所以莫迪就左右豐原 到處拿好處 難怪呢跟俄羅斯你知道嗎 要時候有石油 要軍火有軍火 就是這樣子一層關係啦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峰會 我們看到兩個人 從外交的肢體語言 完全沒秘密 什麼該說的不該說的 都展示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一下 北約峰會的部分 北約峰會呢 7月9號開始 那在美國華府 這次是展開三天的會議 那這一次北約峰會 其實也算是一個大年了 因為是75週年嘛 那麼現在啊 今年比較意外的是 因為去年本來還在吵說 那烏克蘭有沒有機會 加北約這整件事情 搞得澤倫斯基 一直在對媒體放話 對 大家覺得北約很不夠意思啊 對啊 那你到底怎麼樣的態度 去年也確定沒希望 今年事先先說了 今年絕對不提 不再讓你借題發揮 對 不過今年喔 又邀請了日本 韓國 澳洲 一起來參加這一次的 這個北約峰會 所以現在是不是 惡物感覺沒戲了 緊急集合 全體注意 全力抗中 我覺得抗中是假的 哦 他完全是幫拜登助選 蛤 對 這些人喔 跑到這個華府去開這個 北約峰會 對 目的就是幫拜登助選 拜登辯論輸了以後 現在喔 是參加了Loser Club 失敗者聯盟 對 那找了北約大家去參加 要展現給美國老闆先看 我還是世界領袖 那這一次 大家都挺我的這樣 對 他會好好的講話 來展現說 我並沒有像在辯論的時候 那麼失智老人的樣子 難怪 對 給美國老闆先 一個新的印象 所以這個是 一個幫拜登助選的 一個場合 那幫拜登助選的 肇事大會 當然拉越多人越好啦 本來不是北約成員 也要拉來 有啊 日本 韓國 那個澳洲 紐西蘭 南半球全部都拉來 全部都拉來 但是有一個人不買單 澤倫斯基嗎 澳洲不買單 澳洲是派國王部長去啦 我不接你湊合 因為拜登要拉選票 他一定要把這些人拉在一起 然後同時 又要來罵罵中國 以備吸引選票 他們還在打抗中牌 就對了 不打抗中牌 在美國現在沒票啊 是 而且會被那個誰 好慘喔美國 而且會被川普罵 你看你看 你看你對中國太軟 有沒有 那是為了處理這個選舉的話題 才開這個北約峰會 然後澳大利亞總理 聰明人啊 我現在跟中國開始 你農我農啊 我好不容易紅酒龍蝦 可以賣過去 對啊 還有很多準備賣的 別搞砸了 我現在跑去參加 你不是給我添麻煩嗎 而且何況你 最重要的是 你拜登也選不上 拜登今天各位最新消息是 拜登他說他一定選到底 然後還告訴大家說 你們不要再逼供我了啦 我不管你們這些大佬怎麼講啦 我一定要選 你看老先生意志堅強 其實今年大家也是在講啊 其實兩個人都 一個深悲這麼多的罪 一直上法院 然後一個呢 一直被說迷航啦 說錯話啦 健康有問題 兩個人 美國沒人了嗎 不是 美國人都傻眼了 不想怎麼辦 民主黨 共和黨 對 四年前是美國歷史上 兩個最老人在選 四年後還是兩個最老人在選 你就更老的 一直不斷破紀錄 加了八歲 一個人加四歲 兩個人加八歲 可是這一場局 如果拜登選下去 美國所有人在預料 就是川普一定贏 那川普一定贏 中美關係 那另外一回事情 你從澳洲愛班尼斯 你去挺一個會輸了幹什麼 而且還得罪中國幹什麼 這一局現在要看到水這麼神了 而且你知道嗎 去參加的這些國家 很多的領導人 在權位上都搖搖欲墜 說得倒是沒錯 對啊 都搖搖欲墜 你看那個德國總理 法國 德國 英國 對啊 都搖搖欲墜 所以這個 Loser Club的一個聚會 而且是拜登 Fair Party 再見 Party 所以你說他不罵罵中國 你說他有什麼題材 罵中國有什麼理由 以前說什麼新疆 現在都講不下去了 現在只好講說 中國你支持俄羅斯 為什麼 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 一個善後世界 善什麼後 俄烏戰爭失敗以後 責任要歸誰 對 這個北約秘書長史騰伯格 講得越講越狠 證明說他自己心裡知道 俄烏戰敗他會被列為戰犯 可是他下臺了 是啊 他是不是就逃過一次 下臺 他逃過一次的問題 他還在挪威政壇混 挪威選民就講 哎 史托騰伯格 你一直在鼓勵大家 打俄烏戰爭 怎麼會打成這個樣子 可是北約 這個頭洗下去了 是不是現在也沒辦法 因為據說今年 還要再宣布 對烏克蘭的安全承諾 大概明年再提供基辅 五四百億歐元 這場賬還會到明年嗎 我懷疑 明年這筆錢不必付了 空了 川普一上來他講啊 二十小時給我停戰 而且川普的幕僚 已經提出一個版本了 這個版本還有點道理啊 什麼樣的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是說 哲倫斯基你馬上給我聽火 你不聽火的話 我美國一毛錢都不給 哇 這個老大說話了 對 那你就哲倫斯基 有了美國叫他停火的基礎 他在烏克蘭裡面說 停火沒有人會怪他嘛 可是那 蔡博士我要問一句喔 因為那個川普講的話 常常反反覆覆 他這麼樣的在選前 開這個停火的支票 是真的嗎 會 因為他很不捨得花錢 他覺得美國一直花很多錢 去打別人的戰爭 對 要符合他的基本精神 還有第二個方法更經典 他叫普丁停火 普丁不停火他說 我就馬上把大筆錢給烏克蘭 這是很經典的 生意人的操作說法 你要不要聽我 如果你不聽我 我就給烏克蘭更多的錢 叫你烏克蘭聽我 你不聽我一毛錢都不給 用錢壓死人 這個是川普的習慣 然後第三個更經典的 這個我美國出的比較多 歐洲大家分攤一下 對 他常常這樣 每一間都暈倒了 那11月過後 會不會風雲變色 不 川普以目前的康徽當選 那所以這個俄烏戰爭 一定很快就結束 風雲變色 所以現在北約答應說 歐盟答應說 給400億什麼歐元 要給烏克蘭 那到時候美國說 就給我吧 就給我吧 難怪現在普丁這麼閒 可以餵馬又喝茶 對啊 他現在很經典 已經不像以前了 而且普丁這個人很壞 還故意講說 我覺得拜登進當選比較好 對 還故意說 柿子挑軟的 對 這個實在是 然後川普接著 嘴巴也很賤 他怎麼講呢 這個拜登不可以退選 如果他繼續下去的話 可以繼續毀滅美國 嘴巴很壞 各自都有一盤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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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